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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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吉祥如意 今天來跟各位講解 佛說就拔一驗口惡鬼陀羅尼經 跟大家講這部經主要的用意 是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 對這個詩詩法門有更深層的認識與了解 從這當中去建立正知正見與正信 那麼這部經開宗明義就告訴我們 他說尔時釋尊在迦皮羅尘尼聚律那生且難所 與諸彼丘並諸為勞 還有諸菩薩眾 佛在為這些弟子說法 尔時阿難獨居淨處念所授法 就是阿難尊者在這個樹下打坐 來到半夜三經時候 突然有一名惡鬼 名曰一驗口 齊行醜陋身行枯壽 口中突火 煙如真喉 頭髮蓬亂 爪牙長裏 甚可不畏 來到阿難的前面 跟阿難說 如三日後 受命將盡 即便生於惡鬼之中 阿難聽到惡鬼跟他這樣說之後 心生惶恐 就跟惡鬼說 若我死後生這個惡鬼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免受諸苦 此時惡鬼就回答阿難 他說 如於明日 若能布施百千那由他橫河殺數惡鬼 並以百千婆羅門仙等 以摩傑陀國所用之壺各施一壺 在這裡跟各位科普一下 這裡說的一壺 在古代一壺是四十公斤 兩壺就是八十公斤 那麼在我們中國 按照古代的算法 一屎石頭的屎 唸破音字叫一彈 一彈就是二壺八十公斤 所以這裡講的各施一壺 一壺就是四十公斤 他說各施一壺飲食 並及為我供養三寶 如得而征壽 令我離於惡鬼之苦得生天上 所以各位如果有到佛教的誓願 我們每年的中原普度 放這個宴口或是大蒙山屍食的時候 我們都是半桌 普度的貢品都非常的豐富 按照經典的方式來做施食 那麼阿難見這個宴口惡鬼 身形醜陋 相貌非常的恐怖 又跟他說了這些話之後 阿難尊者內心感到非常的惶恐 於是來到佛前 向佛頂禮問足 然後就跟佛陀說明了前因後果 那麼佛陀就告訴阿難 他說你不用惶恐 如今我有一個大方便 大威德力的一個法門 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這個經典佛是這樣說的 佛告阿難有陀羅尼 名曰 無量威德自在光明殊勝妙麗 也就是辨識真言 那在這裡我可以再跟各位科普一下 無量威德自在光明 王如來是過去佛 據經典的記載 釋迦佛往昔行菩薩道時 有一誓是婆羅門在觀音菩薩的座下 修行得欲的無量威德自在光明王如來 傳授此法給釋迦佛 那麼釋迦佛藉由今日阿難的因緣 為大眾來宣說齒咒的殊勝妙麗 佛陀就說了 我們只要每天早上五六點 就是太陽要升起的時候 我們用種種的喪妙飲食 加上了十辨時真言七辨 是佛如來的名號三辨 那麼十方一切惡鬼 皆能夠把升天脫離軌道 離苦得樂 所以這個經典這一段經文就很開宗明義的告訴我們 我們詩食就算我們不會觀想 我們詩食是憑無量威德自在王如來的大家實力 大食被願力 將我們所做的食物化作種種的喪妙飲食 然後直接呈現在惡鬼的面前 讓惡鬼當下就能夠享受到這個食物 所以我們從這裡就可以明白的了解 詩食就算不會觀想也沒有關係 那二來呢 很多人常說啊 我們詩食如果不得力 這個鬼會來找我們 經中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只要我們如法持奏 詩食 基本上呢 這個鬼道眾生都當下解脫了 鬼道眾生解脫升天 它會成為我們的護法 見到我們呢 就如同 見到在世父母 在生父母 恩人一樣 感恩 報恩都來不及了 怎麼還會加害於我們呢 所以啊 佛頭就開示 他說只要我們呢 照這個方法呢 可以讓我們啊 修這個大福報 大功德 也告訴阿難說吧 如果你能夠這樣做的話呢 也能夠增加你的壽命 那麼變實真言 我們在做詩食的時候 我們佛教啊 的一個標準 詩食最少就是七粒米 這個米粒 必須啊 粒粒皆飽滿 那我們呢 詩食的時候啊 把左手拿起來 以這種方式 然後呢 這個米跟水啊 和在一起 放在這個左手上面 然後呢 我們呢 右手 按在這個杯子上面 我們 剛開始啊 我們可以先念三稱 那麼大貝觀世音菩薩 唸完三稱啊 開始念 變實真言 那麼 那麼 練完這個 變實真言之後啊 我們就唸 是佛如來 南姆多寶如來 南姆妙色身如來 南姆廣伯身如來 南姆離部位如來 三遍 念完了 拿到樹底下陰涼的地方 然後撒在周圍 七坦子 就可以 那麼絲石 柳樹 石柳樹 桃樹 這三種樹 我們不能撒在底下之外 其他地方都可以撒 只要不影響到他人 不影響到我們的公共環境衛生都可以 在這裡可以跟各位建議 我們撒在這個樹底下 最好可以到公園裡面 公園有一些比較大顆的榮樹 我們可以撒在這個榮樹底下 這個是非常方便的一個做法 那麼我們念這個 多寶如來 前面講 念這個七遍的辨食真言 是由無量威德 志在王如來的家食利庫 將我們的食物 化作上等的甘露美味佳肴 供養這些惡鬼 那我們念這個 四佛如來的名號 有什麼的功德利益呢? 這個經中講 我們稱念 南無多寶如來的名號 家食故 能破一切諸鬼 多生以來的堅令惡業 即得福德圓滿 第二 我們念 南無妙色身如來的名號 家食故 能破諸鬼 醜陋 惡行 即得色相俱足 也就是說 我們只要念 南無妙色身如來的名號 家食利庫 這個惡鬼 當下他的相貌 就變得莊嚴圓滿 第三 如我們念 南無廣博身如來的名號 家食故 能令諸鬼 咽喉寬大 能夠可以正常的吃食物 因為經中講 惡鬼醜陋 身形醜陋 咽喉細如真 他們吃這個食物 如果我們沒有念過 家食咒辯食真言 他們吃這個食物 當下會變成火 然後會燒到他們的身體 導致他們痛苦不堪 所以我們念了辯食真言之後 然後再念廣博身如來的名號 就可以讓他們的咽喉 能夠隨時隨意的 能夠吃進這些食物 那麼第四 我們念 南無禮部為如來的名號 家食利庫 能令諸鬼一切 恐怖 西皆除滅 遠離惡鬼去 所以佛告阿南說 若善男子 比丘比丘尼 這個在家居士 我們應當要來受食慈法門 慈法門的功德 非常的不可思議 能讓我們修大福報 還能夠延長我們的壽命 讓我們所做的這個事情 皆能夠圓滿順利 所以後面經文就說了 若喻師 就是路師 供養這些婆羅門仙等 以淨飲食 裝滿這個器皿 然後我們要加持念二七遍 二七遍也就是十四遍 那麼我們只要念二七遍 就能夠供養這些婆羅門仙 也能夠讓我們做屍死的人 令壽命延長設立安樂 又令其人 心所見聞 正解清淨 據徒成就 犯天威德 如果我們買這個餅乾 水果 來供養十方諸佛的話呢 我們要念這個辯食真言 這裡講我們要加持二十一遍 然後呢 奉獻三寶 那就是供養三寶 是三男子 善女人 擇天 擇以天成啊 就是以這個善妙飲食啊 來供養十方法界的諸佛菩薩 這個功德啊 非常的大 甚至呢 諸天善神啊 會來擁護我們 極為滿足 談波羅密 所以在這個經典的後面 佛跟阿難說啊 阿難如隨我語 如法修行 廣宣流步 令助眾生 普德見聞 禍無量福 世民 世民就驗口 惡鬼疾苦眾生 波羅尼經 所以這一部經 開動明語講得很清楚 我們只要啊 念七遍的辨識真言 跟三遍的四佛如來的名號 啊 就可以完成一個簡易 啊 殊勝無比的這個詩詩 來供養這些啊 諸惡鬼眾 所以我們呢 正信的佛弟子 我們想要在詩詩方面啊 想要有更深的一個造詣 那我們就要 必須要以佛所有的為主 因為這段時間呢 很多人對於這個詩詩啊 還是有很多的疑惑 甚至呢 也有人問說呢 我們今天如果詩詩了 那我明天如果沒有時間詩詩 那該怎麼辦 那因為呢 有很多法師啊 是講說啊 如果我們今天詩詩 明天沒有詩詩 我們要跟鬼道眾生呢 禀告一下 請他們諒解 我個人啊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意義不大 因為很多法師對這個詩詩啊 被搞混 因為我們佛教的晚課啊 蒙山詩詩 稱之為小蒙山 還有大蒙山 還有一個是宴口 畢竟我們試驗做的 跟在家 我們在家人做的這個詩詩啊 本質一樣 但是呢 但是呢 差別在於說啊 佛頭啊 說法 都是給眾生啊 信心啊 給人啊 種植福報 培植善根的這個機會 所以就當我們沒有禀告 這些鬼道眾生啊 也不因為說啊 你今天沒有做 我就生氣 所以我們啊 從這個經典來看的話呢 其實詩詩啊 不難 主要是啊 我們現在太多人啊 都喜歡啊 以而傳而 所以呢 本人呢 才藉由此因緣啊 來跟大家呢 講解一下 這部經啊 佛說就拔一宴口二鬼陀羅尼經 大家呢 有機會啊 可以上這個Google 可以查一下這部經 史經很短 然後大家呢 也可以好好的來研讀這部經 從這當中啊 去建立我們對詩詩的信息 以及正知正見 對詩詩訪問呢 有更深的認識與了解 也希望呢 透過這個經文啊 能夠把幫助我們啊 走向這個正道啊 不要呢 聽人家呢 以而傳而 那麼今天呢 佛說就拔一宴口二鬼陀羅尼經啊 就跟各位呢 分享到這裡 希望呢 能夠對大家呢 有更深層的幫助 若有疑問的話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呢 留言啊 大家呢 多多交流 最後呢 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 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字幕 李宗盛